某商旅住宿一晚 退房时业者没多说什么 隔天竟然收到他们寄出的 纯正信函 要求赔偿五万块的清洁费 纯正信函提到 七月二十一号住宿后 发现床面棉被有脏物 相关物品必须重新购入 七日内要出面赔偿 但发文者认为 只放了一瓶饮料在床边 已经拴紧瓶盖 怀疑狮子大开口 看看业者列出的加木表 床垫四万七千六百元 保洁垫两千一百元 还有备单备套 加上备子总加要五万多 业者还表示可以打八折赔偿 民众傻眼只扣没举证乱无赖 求证业者拒绝回应 其他同业表示 他们常遇到客人打破玻璃杯 或是床单染上大片脏物 甚至马桶盖被弄坏 一样会向旅客索赔 值大多都是着收几百元 或是上千元的清洁费 五万块的高额赔偿 饭店业者还是得拍照举证 这算要索赔 消保官认为还是要看损害程度 提出举证才能求偿 只是五万块的赔偿金额 实在少见 还是建议旅客案业者 可以先向消保官申请调解 三十五六个所黄嘉平 嘉义先报道 没insp'' 所 Huang 我